青醬意粉 如果說起青醬意粉 大家都會想起 就是找很多的羅勒葉 加些松子 加蒜蓉 然後把它磨碎 變成一個青醬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個新的青醬 就是用牛油果去做的 這個吃得有健康 大又好吃 怎樣做呢 現在就告訴你了 材料有意粉 合桃 雞柳 檸檬 還有牛油果 煮這個意粉第一步 當然就是煮意粉 但是我們就省點時間 已經煮好了 至於煮意粉的秘技 可以留意我們上一個星期的節目 現在我們就在一個鍋裡 不用加油 我們就把這些核桃烘至香脆 其實就用一個中火 不要太大 不要太小 太小就弄得不脆 就一直在動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雞柳切絲 雞柳切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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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柳切絲之後 我們就加少許海鹽 胡椒粉 和橄欖油 混合 然後把牛油切絲 拌一拌 拌一拌 少許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預備 牛油果醬了 牛油果呢 怎樣選擇呢 就是看一下粒滴 按下去少許軟 就是夠熟的了 而且一拆開粒滴的時候 它不是整個啡色 它是青青的 但是粒滴又掉出來 那就OK了 我們將它 然後 這樣就可以拿到粒滷出來的了 然後我們預備一個 這樣可以磨的磨滑 我們將那些牛油果肉呢 滑出來 我們大約將那些牛油果 拌了下去 拆爛它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 焊到香了的 合桃呢 倒下去一起磨碎它 加一點檸檬汁 這時候呢 我們還可以加 少許的檸檬汁 同色的海鹽 加點橄欖油 加入牛油果 在火鍋一起中,就會成為牛油果青醬 然後加一些橄欖油,放在煎鍋裡 燒熱後,就可以煎熟的雞柳 然後把牛油果青醬放進去 好,然後放非常有用的意粉水 會有打獻的效果 好,但它又不會太稠 而且它有些… 可以不在裡面,所以裡面已經有調味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之前煮好的意粉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上碟了 接著就可以上碟了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再加多一點 Extra Virgin的橄欖油 那個橄欖味就真的沒得輸了 少許黑椒 然後放一片… 牛油果上去 這樣一個非常精美的牛油果青醬意粉就完成了 你說要不要外出吃呢? バイバイ